大家好 我是临时小学校 2022元力真能营 其中台湾好职地课程的讲师 我叫哲伟 那这一次要来跟大家分享 在好职地的专案的推动的经验上 有一些想法 那也希望这些想法 可以让大家来参考 去发展一些 环境相关的一些行动构想 那首先先说明 今天会介绍到的文件跟网络资源 那首先您可以到 这个元力真能营的官网 的HackMD共笔 那在这边呢 我们的课程是在 选修1专案起步 7月31这边 那你点选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会有一个简单的目录 在最下方有一个台湾好职地的一个段落 它有一个超连结 你可以直接点选 那就会跳到相关的段落 那有一些初步的简介文字 那待会会使用到的一些文件 以及这堂课的作业 还有QA的发问区 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 有一些连结你可以点选 那我们就先来点选文件 好 那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呢 你会看到它有一些标题写的是这一堂课的说明 那我们可以往下滑一下 其实这一堂课 待会我会介绍好职地这个专案想解决的一些专案议题 还有怎么样厘清这个议题 怎么推动的过程 那希望作为一个影子 来让大家去思考说 如果你想关心的议题 比较涉及到是空间面向的 或者说环境面向的 的主题的话 那其实几个角度 可以协助大家去 把专案的构想提出来 所谓专案成型上 有一些想法 那实际上 台湾好职地它其实想着重的议题 其实蛮直观的 就是想要回答 哪里还可以增加树木 特别是桥木 比较大的树木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直观 因为社群的参与者 专案的参与者 其实也会发现 在不同的空间 可能是市区的公园 或者一些公共的绿地 树木是有点缺少 那在现场当然会有这样的观察 或感受 那不过如果我们用全台湾这个尺度 我们要怎么样 比较系统化的来找到这些 还有机会增加树木的地点 那这就是这个专案的出发点 那刚才提到 其实是有一些想法 可以把这样的比较大灾问 一个大的问题 慢慢的厘清 那实际上台湾好职地 其实有从几个角度 因为这个主题 一来是涉及实体的空间 那也涉及到 种树也会有 是谁来种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很简单地 把它分成三个 一个推动的评估策略 第一个是我们要先从资料 来了解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树木 那特别是 我们要先透过资料 了解哪边有大树 那才可以再进一步推论说 哪一边没有大树 所以从资料的部分 我们想要把树木的分布状况 把它呈现出来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 那接着 其实这些树木 它之所以可以种在公园 或之所以不能种在某些地方 它背后有一些土地 使用的一些特性 举例来说 像飞机场 它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甚至也有草地 但是这样的使用机会的行为 就没有办法允许 桥木种植在飞机场的场区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 土地的使用的特性 会影响到树木 能不能存在在这个角落 那第三个面向则是 像这样子的空间的议题 环境的行动 谁来负责 或者谁会关心 从公私部门 公的意思是 公部门可能是县市政府 或者是中央的相关的单位 公共政策的治理单位 他们是有一些权责 来做这一类的事情 那私部门的部分 也有一些很多的社区 或者很多的NGO团体 它会关心树木这样的议题 特别是都市越来越热 那树木可不可以再多一些 或增加到一些区位 所以谁关心种树这件事情 就是第三个视角 来让我们去进一步去了解 哪里还可以增加树木 这样的一个大的命题 那以好直地的经验来看 我们透过资料去掌握树木的分布 待会会有一些展示性的推论的图资 给大家参考 接着我们也把树木跟土地的使用 把它整合起来 很明确地了解到 哪一些用地 哪一些公园是允许种树 哪一些土地是没有办法种树 它背后的可能是法规的原因 或其他的原因 再把公部门跟民间 哪些人很关心这些事情 这三个面向一起来思考 所以就形成了 专案的短期的推动策略 所以在对策执行上 就会形成了 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关心 可是没有一个整合议题的场域 所以首要其实是 形成一个议题探讨的开源社群 也希望把开源的想法 带入到这个种树 其实是蛮直观的行动 不过如果我们不晓得 过去怎么种树 过去谁关心树木的话 未来的参与者 或未来这个议题的发展 比较不容易接续往后推展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 其实很多的公共资源 跟树木是有相关的 那也延伸是不是有一些政策的可行性 来让我们要增加树木这件事情 是政策也来支持 所以对策的执行上 就会变成是在民间形成了 开源的社群的网络 还有一些共笔的文件 甚至知识经验的累积 那在公部门的这一端 我们观察到增加树木这件事情 是有公共政策相关性的 所以我们希望 在公共政策本身的既有的结构上 怎么样在进展 那待会我们会分享一下 目前在桃园市政府 他们采取了好职地的想法 特别着重在把公共资源释出 让民间想要种树的团体 企业CSR的部门 一起来合作的平台式政策 所以很快的这样子一个概览的说明 其实想要让大家先有一个想法是 这一堂课程呢 我们不一定会仔细的介绍 好职地的细节经验 但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 好职地的社群成员们 面对这个哪里还可以增加树木的 这个大宁体 大灾问的时候呢 透过三个面向 有地理的资料 那这当然是地理资料来协助 厘清这个大灾问的这个问题 不过你也可以试想 如果你关心的是 其他的主题的话 例如说这个流浪猫狗动物的 分布状况 那资料 有没有哪一些资料 可以协助你来理解这些状况 或者是现况 那另外是在土地使用 也是跟地理空间蛮长 有一个关联性的面向 那也是一个蛮关键的部分 最后就是 什么单位会在意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整理的角度 那从这几个探索性的面向 来了解这个议题的状况 然后再提出一些短期的策略 那提出策略 其实也会带动实作 就因为我们觉得 这样可以操作让整个议题 可以往更好的方向 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试着来做做看 待会会自己烧一些 实作上有民间的方案 跟政策的一些实作经验 好 那其实大家点开这个文件呢 你会看到左边 好像有一些导览列 那其实这整份文件 就是台湾好职地的一个共笔文件 那好职地的专案名称呢 在英文上我们是翻译成 Patch by Planting 希望是透过种植来去增加 不管是Patch 作为一个绿地绿资源的意义 或者说Patch在程式的概念上 写程式的这个概念上是一个 补充补丁的方式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某些资料分析的方法 找出全国尺度上 还可以去补充绿资源的机会 那首先我也是很快说 借由这个共笔文件来介绍 目前有的一些好职地的成果 那过程中会不断地提到 刚才提到的资料辅助 用地的议题 还有就是谁在意这个议题的角色 政策角色的关系人的这种视角 那我们很快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页面其实有一篇 算是一个访谈 那是当时有我跟另外一位 Richard的专案参与者一起受访 那这一部访谈呢 也建议大家可以很快速地浏览 其实透过这样的访谈 其实蛮清楚地介绍了 好职地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例如说我们希望了解整个台湾 哪边没有大树来找到它 那当然这个这么大的尺度 我们就可能会使用卫星的资料 所以对于我们的议题 或我们希望看到整个台湾的范围来说 我们就会去找适合的资料集 那卫星在我们的一些讨论过程中 就会浮现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您的想关心的专案主题 其实有一个范围 或者有一些构想 那你可以开始去想想看 哪一些资料集是可以协助你 那在我们这个好职地的经验上 卫星资料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现在画面上你看到的是 我们透过卫星资料了解到 整个台湾尺度 透过一些演算的结果 我们知道哪边的光合作用比较旺盛 那也代表着它的树群比较茂密 那有一些光合作用比较低 那就代表了是 这个地方可能比较没有光合作用 甚至是没有光合作用的地方 那也表示说它是没有大树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透过资料的这个了解之后 我们找到了卫星图资 也看到了它的某些演算的效能 可以告诉我们哪一边有大树 哪一边没有大树 这就非常对应到我们本来的命题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哪边可以增加大树 所以这就会告诉我们哪边没有大树 那进一步来说 刚才有提到第二个问题 在好值地很重要的是 哪一些地方可以种树 所以我们也用了其他的公共地理的图资 像是我们就想要聚焦在海岸地区 河川地区 学校的用地 公园绿地 这些都是比较允许种树的地方 这也是找到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图资来搭配 所以我们在结果上就会找出一些 其实是公园绿地的属性 然后同时间它也允许种树 但相对来说现况观察起来 它的树木没有那么的多 那我们就可以实际去走进这个基地 看看状况 看看卫星跟资料告诉我们的状况 跟我们现场看到的状况是有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针对这个议题我们透过几次的踏查之后 发现到说其实这样的方法找出来的用地 是还蛮值得往下探讨 也算是真的找到一些比较空旷的绿地 举例来说我们那时候找到一个在内湖 台北市内湖旧中路的闸道绿地 它其实虽然是高速公路的用地 不过依照这种闸道的这个现况来看 通常都是把它保存成一个绿地的开阔空间 那其实高速公路管理局也会用这样的绿地 来做一些适度的桥木种植 那我们自己在卫星上看到说 虽然它有种植 不过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台风也好 或其他原因有倒掉也好 或空掉的空间 那我们就觉得这一块地还是有机会的 那进一步来说 我们找到这些空间之后 也证实了这个研究方法 或探讨的方法是可行的 那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刚才第三个面向 什么单位会在意这些议题 那当然有一部分在我们的讨论上 我们发现到公共政策上跟众数是很有关联的 所以在2020年那一年呢 我们跟更多的朋友就一起把这样的构想 资料分析的结果 我们就参与了总统被黑客松的一个 公共政策的创新的竞赛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参与 来把我们的资料分析的方法 分享给公部门 那也让公部门的朋友去评估说 我们找出来这些空间 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的想法 可以一起来把众数这件事情更落实 所以那时候就透过总统被黑客松去拜访中央的单位 也拜访像桃园市政府 像是这地方政府的单位 那过程中像水利署啊 林务局 国家发展委员会 台北市政府 都有分享一些他们对于这个专案经验的一些想法 那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们也邀请像桃园市政府的 比较主管这个公园绿地或养护 绿化资源养护的单位一起来参与 那在地方政府的情境下 那时候他们的公务同仁就分享到 的确在县市政府在 也知道有很多的空间 是有机会在多种一些树木 不过怎么样透过系统化的方式 因为管理单位非常的多元 那所以他们看到了好职地 这个透过资料 比较诠释型的盘点的机会 那他们觉得蛮乐于去尝试的 所以就接下来有开启了跟桃园市政府 我们分享这个图资分析的方法 然后由桃园市政府 用更精准的图资来找到更多的空间 那我们就接续来看一下桃园市政府的政策 他的网站 那我们在整个画面这边的左边呢 你可以往下滑动 那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一个policy的一个段落 那这policy的段落呢 就是记录好职地的社群朋友们 跟各单位的公部门做的互动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选桃园市政策的推动说明 那在这个说明里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找到一个平台成果的网址 那点击它 它可以另开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其实就是桃园市政府采纳了好职地的概念 进一步去盘点室友的空间 然后变成一个 每一盒企业跟民间来公益直数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往下滑动 其实可以看到一些理念的说明 那包含 因为这是一个公部门跟民间合作的直数构想 所以就有一些进度跟民间投入单位的数字 以及它会有一些详细的解说流程 那最重要的是 已经盘点出来的用地 也就一个透过图字的方式 图台的方式呈现 那我们点选这个进入图台 其实就可以看到 目前他们盘点的 分布在不同位置的一个潜力用地 那右手边这边呢 有一些卫星的图层选项 你可以勾选 我就比较更直观的看到 在海岸的区位 或者在桃园市的石门水库 这个区位的哪一些用地 那左手边这边有一个筛选器 那你可以透过 例如说行政区的筛选 或者是桃园的一些特色地景 像是癌线 这个是桃园蛮有特色的 有高度落差的一个连续型的斜坡 在癌线沿线上 桃园也有盘出一些用地 期待跟企业跟民间来合作指数 那公布文这边呢 在分析的过程也发现到 有一些绿地的种树呢 是跟生态气地营造 比较有机会相关 那他也会把它标示出来 作为一个筛选的查找类别 那其实中间这些用地呢 例如说这个桃园北区水支援中心 我想要了解更多的细项的话 我可以点选详细资料 它就会另开一个专属于这个用地的网页 在网页里面呢 除了有这个轮廓 用地的范围之外呢 也有里面的一些地号 还有土地使用分区的属性 那还有相关的短理单位 那也会提供一些阶段性的照片 让他们让大家来参考 那其实我们的课程作业呢 就希望大家从桃园刚才这个 整个筛选基地图去找到一个用地 把它的用地网址贴到作业填达区 待会会再说明一次 所以这个边其实你可以 纵使你对桃园不熟悉 但你也可以先来参考一些筛选条件 那去找出一些用地 然后去找到这个 桃园的网址 再把它贴到作业区域 那如果你说 我对桃园真的不熟悉 也不是那么的关注 那有没有其他的区域 那台湾好之地 其实也有一个全台湾的潜力用地 我们大致盘点了 将近2300个潜力用地的地点 所以这个地点呢 这个地图其实你也可以在 作业填达区那边找到 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是 在桃园其他的区域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 民间所盘点的结果 那潜力用地的部分 假设我今天是想要针对台中市好了 那我们可以缩放到台中市的范围 那这些黄框框的部分 就是台湾好之地社群们 所透过这些资料分析方法 所找出的一些用地 那有部分用地 其实可以看得到管理单位的资讯 所以作业的部分呢 除了可以选用桃园的用地之外呢 你也可以挑选你比较熟悉的县市 看看这个县市有没有 好之地专案已经盘点出来的用地 那你可以 甚至如果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去走去 这个用地拍一些照片 回馈给我们说 我们用资料找出来的潜力用地 跟现场看的感觉 你觉得是类似 或者说有一些差异 落差 那这整个全台湾的地图呢 仔细看左边呢 其实还有一些辅助的图资 那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都可以点起来看一下 那我很快介绍其中 大概几个图资 一个是全台湾污水处理厂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图资的引入呢 是因为我们在谈种树的目标下 我们把树种下去 当然期待会有一些水源 浇水 浇灌作为维护 那这时候 如果可以优先去找一些 放流水的水资源 作为浇灌的水源 那我们就可以节省自来水的用水 所以其实在 实际上我们在新北市政府的 这个辖区范围里面 也找到一块 在淡海新市镇的水管公园 这个污水厂旁边呢 有一块新北市政府 提供给大家任养的绿地 那它已经是一个绿地了 然后旁边也有水资源 所以我们就透过跟福伦社社团 南亚福伦社 还有在地的淡水休闲农业的团体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任养 那任养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水资源实际引入到这个绿地中 那作为这个日常的用水 那慢慢的逐步去富裕它的这个领海的一个植栽的多样性 所以这是从种树这个议题 在过程中大家又讨论到 我们也需要这个放流水水厂的分布位置 那我们就把它适时的引入 那像有一些在西南县市所关注的团体 他们其实观察到像过去有个台塘的铁路 那台塘铁路其实目前也讨论到 很多都很适合做一些观光的油气路线 只是说过去的唐叶铁路可能比较曝晒 那作为观光的使用上 能不能再多种一些树木 或者让整个绿道的沿线走起来是比较舒适的 那同时间也要注意到 种植的树木也不要破坏到铁轨的本来的样貌 那所以在绿道 国家绿道 县市绿道 以及台塘的唐叶铁路 这些路线上就变得是很重要的资料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图子打开来 去看到说这些潜力 好之地手盘点的用地 跟这些绿道其实是有一个交汇临接的关系 所以或许在西南沿海 可以优先来找到这些潜力用地 是临接着绿道 就可以优先推动 好 那我们可以回到整个文件的 共笔文件的部分 那也想要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今天这次课程的作业 那我们回到整个共笔文件 左边这边的导览列 你往下滑动 其实这边有一个site 淡水淡海新市镇 这个255D号的绿地 也是我刚才提到 在团体的合作下去进行一个公有地的任养 那这个是我们透过inationalist的公民调查的生态的工具 去记录这整个绿地 透过我们营造陆陆续续有一些物种的发现 好那我们稍微往下滑一下 左边这边呢 你会可以看到一个推广计划 那就是好值地课程文件 点击进去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程的一些简要的概述 好 那在进入到作业的说明之前 我还是再做一个小结论 我想这一次好值地的分享 其实是比较简要的 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面对一个比较笼统的议题 比较大的议题 像是这个哪里还有增加数目的机会 我们可能就要去拆解一下 哪一些资料可以协助我们去理清 那从这个实质议题来看 数目资料 包含在这个尺度上的卫星图资 这个就是我们会需要的 那大家也会好奇说 那我要怎么一开始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命题需要找到卫星资料 所以其实我自己的建议是 宁关心的议题先 透过共笔文件先把它做一些阐述 那有了文件有了共笔 那我们再把这共笔 可以再跟例如说 GNP的社群 好值地的社群的社团来做分享 那这时候大家来理解 你关心的议题之后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思考 某一些关键的资料集 甚至某一些关键的团体 过往的专案 或许可以做一些借金 那再进一步来进行一些讨论 所以至少在好值地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大概花了两三年的过程 去理解到 面对这个命题 我们需要树木资料 卫星资料 土地实用的资料 甚至到过往工艺直数 到底企业怎么跟公布门合作 哪些地点有合作过的这些资料 都是讨论出来 那进一步社群的成员们 去收集汇整 那也才形成了 两个比较明确的短期证对策 例如说要形成一个开源的社群 把这些内容做个整合 也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共笔 甚至延伸的这些土资的制作成果 第二个部分则是 公布门的角色 我们需要他们去来发挥 那怎么发挥 或许先着重在 公有土地释出 民间资源引入的这种平台式政策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的是 作业的说明 那作业部分呢 你可以点选在 作业说明段落有一个表单 那进来之后呢 除了一些基本资讯之外 有两个币田两个选田 币田的部分 就是我们希望 刚才提到的台湾好职地的共笔文件 如果你对某一个文件的页面有兴趣 那再请你把这个网址 整个页面的网址贴进来这个田达区 那甚至也期待您进一步说明一下 你是对某一个内容有兴趣呢 还是说你也有一些 比较不理解的部分 你也想发问都没有问题 就是请把社群共笔文件 你比较感兴趣的页面填在第一题 第二题则是 刚才提到陶渊市政府有一个网站 也很具体的把它变成一个政策了 所以如果你对公有土地 如何让民间指数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他们的网页 去找到一块地 所以就是 透过刚才介绍的这个筛选器 去找到一块具体的用地 把这个用地的网址通常它的网址 结尾会有一些代码 这个完整的网址贴到这个田达区 那我们也可以在 如果实际上其实也可以开始去一起来协助您去讨论 如何真的进一步跟陶渊市政府接洽 来讨论公益指数的方案 后面两题这个选田区 则是如果你比较关心的不是桃园市 但也关心指数的议题 那你可以使用好职地所制作的全台湾的线上地图 有2300个潜力用地的地点 那也一样可以在我的这个田达区里面描述一下 你关心的是台中的某一个公园 还是其他的名称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描述 那也期待说 同时间也可以在台湾好职地的社团里面 贴出你关心的某一块用地 那这样子的话 更多的社群成员们就可以一起 针对种树这件事情来给予一些讨论的经验 那最后一个选田是 如果今天你所关心的议题已经很明确了 那我们也期待你开一个专案的共笔文件 把关心的议题写进去 那透过我刚才做一个比较简要的描述 其实透过你的共笔文件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思考 由哪一些资料集 跟这个专案形成的过程中是很重要 也可以很作为参考的依据 我们就可以协助你把整个专案构想 透过资料来越来越厘清 那也透过我们去思考什么角色 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可能是公部门的角色 或者是私部门NGO的团体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整理 那透过资料的厘清 角色的厘清 再去进一步就比较有机会去讨论出 不管是拜访或交流 甚至到我们提出一些雏形功能上的讨论 那就可以进一步变成是专案试作 Prototype 的一个开发目标 那所以这一部分当然是选田的 就如果您有一个比较关注的专案主轴的话 其实可以邀请你开一个文件 那以上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好职地在小学校 所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着重在整个面对一个议题 怎么样透过一些资料 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自己做专案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大家 那期待大家所关心的议题都可以 藉由这几个策略来逐步的厘清 然后也透过公秘文件邀请更多的社群参与者 一起来集思广益 甚至来开发一些专案的雏形